大家好,今天介紹金剛、穿雨、飢風衣衫類型戰艦 所謂資訊來自維基百科網集 先說舊版,在1974年的宇宙戰艦大和號 裡面登場了沖田艦和雪峰 沖田艦是沖田十三的座艦 在冥王星戰爭中,它是唯一傳活的宇宙戰艦 至於武器方面,我不多說 因為沖田艦和其他戰艦 加美拉斯的武器船有巨大差距 地球戰艦的砲擊等如刮砂 雪峰的艦級也是一樣 在大沃浩庫編導演刺漆版的劫美 沖田艦級別和雪峰級別有點氣氛 現在說重製版 金剛級在內行星戰爭期間建造 有南部素船廠負責設計和建造 這類型戰艦一共有8架 金剛遵命,吉野妙宮舞蹈比瑞 鳥海和扶桑 緣號BBS551-BBS558 在199故事開始前,除了舞蹈 全部在同加美拉斯的戰鬥中沉沒 戰艦基本數據 全長205米 引擎方面 核融合引擎1座 武器方面 藍手360毫米 第二次衝擊炮1座 三連裝360毫米 高壓光線炮4座 藍手魚類發射管8座 VLS導彈粉射架 16座 以及小數綁炮 219不要告訴我 它是怎樣的樣子 主炮為高壓光線炮 發名叫做刮砂炮 它的炮擊難以對加美拉斯的男性造成傷害 主炮下面的就是射擊觀察台 它有裝甲保護 但是對加美拉斯的攻擊 藍手機炮最初不是洋電子衝擊炮 洋電子衝擊炮在2190年代 因為高壓光線炮 無法對加美拉斯男性造成傷害 而發出力量 可以擊授加美拉斯男性武器 在2190至2190年代 藍手所搭載的武器是什麼呢 不知道了 導彈發射架後面有兩個派煙口 派走導彈發射後的煙 藍手和藍尾各有8個戰鬥用的高機動成噴射口 小型噴射口在藍手有16個 藍尾有20個 在藍尾上後穩定的各有4個小型噴射口 藍手的穩定是沒有安裝噴射口的 金剛級宇宙戰艦最初是這樣的樣子 它們擁有獨立的藍橋 在190年代末進行改裝 將藍橋轉移至第二主炮 藍手安裝了揚電子衝擊炮 有個問題就是 快點殺噴噴噴 在地球加美拉斯戰爭中 只有金剛宇宙和無盜接手第一次改裝 其原5架金剛級戰艦在加美拉斯戰爭中沉沒 在190故事開始前 金剛和宇宙被加美拉斯擊沉 只剩下無盜 在202日內無盜已退役藍登場 藍紀錄片失禮202有很大問題 改裝時間搞亂了 艦內沒有人工重力和關線控制系統 所有船員要穿著磁骸 金剛級改爾戰艦登場在202第一閘 引擎變成為前波動引擎 主炮換成為三連張360毫米揚電子衝擊炮 藍手揚電子衝擊炮由360毫米口徑抗大至D880毫米口徑 但好像沒什麼分別 這類型戰艦可以盡超光速防衛 在第17集登場的金剛級改2型戰艦 裝備了小型波動引擎 和安裝了波動引擎 蛤? 有沒有搞錯? 現在才來安裝? 之前那些地球戰艦死亡都很威於我 大和好一族有怎樣他們沒有 這類型金剛級戰艦擁有兩個皮膚 這個和這個 這類左級伏翼金剛級戰艦就降位 這類型金剛級戰艦就是這樣 村魚級在內行星戰爭期間建築 1號南村魚在2170年下水 還在一段時間期間生產了同型戰艦 除初在地球加美拉斯戰爭 1號南村魚被這名店叫乾澤 的人itz 零零咬 Jaime 攻擊加美拉斯的男朋友 結果在故事裡面 機構變成了引發戰爭的一臉 川魚在這場接觸中 被加美拉斯戰艦擊沉 村魚號南長島大物陣亡 傑澤,你的ㄉㄧㄕ有多遠,但沒讓我看到你的 不是說你的,事實 第一、第二、次火星會戰和M作戰 戰艦基本數據,全長152米,引擎為合混合引擎 武器方面,藍色200毫米用電子速擊跑1座 雙鴦裝200毫米高壓光線跑3座 藍色育力發射管4座 川羽級武器和引擎和金剛級武器沒有什麼分別 在南修這個部份左右各有三台輔助噴射口 南修內部有複合裝甲 但這些裝甲面加美拉斯武器更加不太用 南修頂部的東西是一座可旋轉的雷達 而後面是一座以交換器 而南修後面為徒生艙 南修一樣沒有人工重力 所有船一定要穿著遲 川羽級宇宙巡洋艦擁有三個皮膚 分別是這個這個和這個 川羽級宇宙巡洋艦跟隨在2202第1、25、26集 引擎金剛用為使用波動引擎 武器金剛用為雙方280 連同時侵略主效可以使用波動護盾 你再說一次 川羽級宇宙巡洋艦可以使用波動護盾 蛤?你說可以用? 為何第一集不見他們用? 我不知道啦,你問編劇咯 飢風級宇宙巡洋艦在內行星戰爭期間建造 設計概念來自高機動性和攻擊力強的魚雷艇 在M座戰內,12架機風級有11架對加密亞絲的戰艦 屢嵌了 潔風號因為掩護無睹護前對而被加密亞絲打傷 最為了在土衛2 戰艦基本數據 全長80米 引擎為核融合引擎 武器方面 生涼裝127毫米高壓光線炮2座 120毫米反彈炮2座 藍手魚雷發射工3座 8座導彈發射口 武器跟金剛吸出魚雷吸擊羊 同樣打不打人的裝甲 屬風號上的魚雷發射工使用的魚雷是試製營彈魚雷 亦是大火好使用的魚雷原型號 藍體比較短,無法安裝陽電子衝擊炮 藍手這個部分為裝甲翼,用於保護藍橋和魚雷發射管 但單米拉斯的攻擊就變得沒有效果 裝甲翼上的這兩個洞是反彈炮 它發射是穿甲彈或者是反彈榴彈 因為第一集不見它有用就不知道它是怎樣的樣子 內部安裝三條副作分射口 三條下面內部為魚雷庫,後面為徒生艙 飢風級驅逐艦擁有三個皮膚,分別是這個,這個和這個 飢風級改宇宙驅逐艦登場在2021一集 引擎更換為次元波動引擎 武器更換為三連裝127毫米援電子衝擊主炮 但它們很可憐,只有一個鏡頭 如果集中看著艷戰鴻和密室駝家號 大家不可能看到它,它在這裏 三架戰艦我講完,在這個官方網站裏 沒有寫明三架戰艦用的引擎是核融合引擎 但一百五十年後,還不用核融合引擎? 難道核分裂嗎?只可以煲水,不能帶上太空用 一個核液流什麼都完 今天講到這裏,下一條影片就做護衛艦 即是地球艦隊的KLF 下次再見